我们到了这个古鲁 必吃的那个鱿鱼翁菜 鱿鱼翁菜 现在下去试试看 我们到了古鲁咯 吃鱿鱼翁菜 鱿鱼翁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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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来吃哦 鱿鱼翁菜 无论必吃 那姐去叫鱿鱼翁菜 我叫了这张 注明的不见面 很好生意哦 人很多 我要来叫鱿鱼翁菜 著名的鱿鱼翁菜 来骨论必吃 来慢一点都没位置做 人这么多 我叫了鱿鱼翁菜 这个就是骨论著名的鱿鱼翁菜 我们终于找到了 鱿鱼翁菜 东京线在做啥 这些是15块 我给它50找回35 鱿鱼翁菜 看我都不懂那种名字 怎么在那边 怎么在那边 可以的啊 鱿鱼翁菜 这个是鱿鱼翁菜 这个是大鸡菜 鱿鱼翁菜 这个附建精淡面 这个附建精淡面 附建米粉面 大萨 咖喱面 鱿鱼翁菜 老弟喜欢的鱿鱼翁菜 这边真的是骨论必吃的鱿鱼翁菜 你看 它的人一直来来来 全场满满人啊 看到吗 所以你们来到鱿鱼 一定要来这边吃 这里的鱿鱼和鱿鱼的不大一样 它感觉到比较清淡 不大适合我们鱿鱼 我发现到这边啊 它真正拉客户来啊 是因为这边两棵大树很凉 对面又是那个鱿鱼翁菜 所以它环境很好 再加上食物还可以不错 所以就很多人咯 总结这个鱿鱼翁菜不错 很好吃 而且面还可以 面就没有我们骨论双鸡蛋黏的那么好 刚刚开始我们吃 暴摆 好了 多本事 这么个都 適合 好 בש 现在 都有 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